原則上這一章 容易的這一章 就講到這裡 請你拿著筆 我要勾選一些題目 第四 五 四指十二指四嗎? 對的 五 八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七 十八 二十 二一 二 三 三一 三 三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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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喜座给我 我会把这个喜座给我 我们下面要开始各位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 在国中来讲,酸碱盐是在化学里面最重要的一章,它的分量也最多 在高中来讲,相同的酸碱盐也是一个分量最多的一章 我们讲到酸碱的性质,这边前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酸会和胃有酸味 其实酸有没有酸味,请问是不是酸的重要利益 不是,所以有些酸没有酸味 硫酸就没有味道,消酸也没有酸味 对不对,所以说那个国中课本很有意思 酸尝起来会有酸味 我说绝对没有人去尝试硫酸、消酸、磷酸味 是不是 那以前我暑假实习的时候做过磷酸除化 那个磷酸也没有酸味 那有酸味的呢,也不过是柠檬酸、醋酸、抹酸酸 所以说它第一个特性具有酸味 其实这应该是值得去考量的 第二个,可以跟金属反应产生氢气 当我们讲氧化还原的时候 会讲到氧化还原电位的问题 到时候我们会再来看 从氧化还原电位来看 有关于酸会跟一些氢金属 然后会产生氢气 那原则上,一个是铁跟氢 这两个金属 这两个金属 原则上是应该要记起来的 也就是说,它加上 好,盐酸以后 它会产生 它会产生氢气 第三个,可以使某一些有机染料改变颜色 就是我们讲的酸碱综合的指示剂 对不对 刚刚讲DT的是一个指示剂分态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我们都听过了石蕾侍子 那石蕾侍子这边 好 我习惯这样一起 请各位参考 蓝色的石蕾侍子 蓝色的石蕾侍子是检验酸用的 然后,碰到酸性容易以后 它会变成红色 红色的石蕾侍子是检验酸用的 所以,碰到了橘性容易以后 碰到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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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後面都有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外用柿子也是這樣子,紅橙紅綠藍變紫 他碰到酸的,越酸他就越紅,越緊他就越紫 所以跟光普是一樣的,中間呢就是綠色 這個高中生只要有一個印象就好,沒有人會去用這個來考考中生 對不對 如果說用這種東西來考科威的話,那就太看了幾個 另外一個,能跟石灰產生這個二氧化碳 原則上,酸跟碳酸,碳酸跟這個東西,碰在一起以後 它通常會產生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不管是碳酸鈉也好,碳酸輕鈉也好,碳酸鈣也好,碳酸鈣也好 這個是產生氣體的反應 在這種狀況下面,剛剛這邊特別是講出來說,會跟石灰石反應產生二氧化碳 好,我们来看酸解的定义的问题 其实这个所讲的只是帮各位再复习国中的部分 通常来讲 那个翻译的中文语都不太好记 如果说不管是阿瑞尼斯或阿瑞尼斯 不管 他所定义的就是我们国中所学的 只要能够产生氢离子 可叫酸 会产生氢氧跟离子 我们叫做解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这两位 另外一个行为吧 应该是 好 这边呢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说 當氫原子少掉一個電子以後 其實它就是一個質子 氫離子就是一個質子 對不對 只剩下一個質子 因為它沒有中子 所以我們看內容的時候 他說這個是提供質子 然後這個是接受質子 實際上就是提供這個東西 接受這個東西 這兩個 互相並不違背 只是說 這一個可以補它的不足 那國中是不讀這個東西 國中只讀這個東西 就好比說 你國中一定上過氧化還原 對不對 所以說國中的氧化還原跟你講什麼呢 是接這個 接收氧 叫做氧化 對不對 跟氧分離呢 叫做還原 然後高中呢 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價數上升叫氧化 價數下降叫還原 其實國中最多的氧化學也是這樣講的 上過國中氧化學也是這樣講的 有沒有 國中氧化學 氧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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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沒有上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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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也可以 沒有 那個水果電池 有嗎 有嗎 有 對不對 那水果電池就是氧化還原 所以當我們這樣去做定義的時候 這個東西沒有問題 這個東西也沒有問題 只有它的不足 好 我們來看 請各位注意 請各位注意 這樣的酸鹼定義 它是侷限在水溶液的狀態下面 這一個的定義 就是比較寬的 好 這邊有句話 請你注意 寬酸是分子化紅物 所以說 純酸味不會解禮 不会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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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 这种就 不是问题的问题 鸡身的蛋起问叫什么蛋 这种 这种你不会觉得我来吃 为什么 纯酸 会不会解离 这句话已经告诉你说 纯酸是分子化合物 请问分子化合物会不会解离 对 我告诉你说 纯酸是分子化合物 这句话就跟你讲说 分子化合物 什么叫分子化合物 就是它不会解离分子化合物 纯酸会不会解离分子化 嗯 纯酸会不会解离分子化合物 对 纯酸是有没有水 没有 哦 耶 所以说 鸡身的蛋叫什么蛋 叫鸡蛋 鸡身的蛋 绝对不会叫鸭蛋 那鸡蛋是谁生的 你一定是鸡身的 对不对 所以 当我们讲说这个是分子化合物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你说 它不会解离 不然的话就不叫分子化合物 好 刚刚别人讲的很重要的重点 那在水里面呢 请问它叫离子化合物 它是分子化合物 离子化合物 因为它会解离分子 是不是 它会解离成离子 之间可以反映过来 OK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如果说 我这样写 请问 它是分子化合物 还是离子化合物 分子化合物 对 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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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水 因为它是气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如果说 我要写盐酸的话 我一定要这样写 绿化氢的气体 溶解在水里面以后 我们才叫盐酸 所以说 当我跟你讲盐酸的时候 有没有 纯酸这个观念 没有 纯酸观念 对不对 所以说 纯酸 就是什么 硫酸 硝酸 这种 叫做 纯酸 这种 对不对 那问题在这 当我们去生产这些东西的时候 原则上说 五十多水 所以说 只是给你一个观念 让你 能够理解到一件事情 酸一定可以解离出来 再来 轻理解 这个 这个观念 如此 好 其实 这个所谓的 净离子反应是 就是 酸碱综合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碰到的一件事情 好比说 轻氧 轻氧化蜡 碰到的盐酸 它会产生 氯化蜡 跟水 这种 我们叫做 酸碱综合 那实际上 参与 参与这个东西的 只是轻氧化蜡的 轻氧跟 加上 盐酸的 氢离子 最后产生 碎 对不对 然后 会这样的 一个状况 也就 因 水 可以解离出来 氢离子 跟氢氧跟离子 最后才有 pn 底子的 产生对不对 出生 好 各位看十三之二 不忍思刻 罗雷酸的酸一解 那这边呢 就告诉你说 提供 直指的是酸 接受直指的是酸 在这种状况下面 他给了我们一个 这样的一个反应式 在这个反应式里面 水这个东西 接收了一个 一个清离子 所以 他是一个清离子的供应者 这个是清离子的 接受者 在这种状况下面 按照 这样的一个定义 所以说 这个叫做酸 水这个时候 变成了酸 所以 在这样的一个解释里面 他会出现 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定义里面的时候呢 他说 会产生这个 叫做酸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是这样写 到了这样的一个定义的时候 他会变成是这样写 这样写 会有一个重点 我们下面会读到的一个叫做 共二酸 酸减对 那 共二酸减对 的重点在哪里呢 各位有没有听过缓冲容易 你的身体里面 非常非常微妙 有一个东西 叫做血液 血液 是你身体里面最微妙的缓冲容易 什么叫缓冲容易 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 酸减低定的时候 或是你加了一点点 然后他的pH值就有很大的变化 对不对 是不是 这就叫酸减低定 然后如果说是缓冲容易的话 即使说你加了再多 他的变化 也会非常非常的强 而且非常的缓慢 这是缓冲容易 好 我们先讲到这边 因为 当我们要 要了解缓冲容易的时候 最重要的 就是 所谓的动药 酸减对的问题 好 这边呢 请各位看这边 这边是不是 会给他一个清 对不对 如果说反应从这边过来的话 这边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清 给他清的话 他是不是清的供应者 然后呢 这边是清的 直指的接受者 当我们这样子写的时候 按照这样的一个定义 这里就是酸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叫做解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再讲一遍 来看一遍 反应由左往右走的时候 如果 盐酸把他的清 就润化氢把他的清 给了水 所以 他是 离直子的供应者 对不对 按照 这个定义 直子的供应者 叫做酸 对不对 那他呢 是直子的接受者 他就变成解 对不对 这一点没问题 好 这个呢 反应呢 可以从 那边过来 是一个 力 力反应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 这个反应 往这边走的时候 这个清要给他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他是清的 直子的供应者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直子的接受者 对不对 那直子的供应者呢 就是帅 对不对 那直子的接受者 就是帅 对不对 好 好 请各位注意这边 好 cere 对不对 对吧 对不对 他在这边 这边 这边 这边是酸的时候 过来 就会变成一个酸的角色 这种就叫做 他们是配对的 他们是配对的 这种就叫做共二酸 酸减对的 这只是一个 概念而已 喂 你好 好 在这种状况下面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反应式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看 好比说我们讲 清氧化那 加上水以后 它会变成 蜡瓶子 蜡瓶子 然后 加上如果说这个 这个东西给它的话 它会变成 会变成这个 会变成这个 撞到狀況下面 撞到狀況下 這一個是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在這種狀況下面 他接受 正叫做解 這個提供 他叫做酸 然後如果說這個反應 往這邊走的時候 那 這一個 要給他一個 輕 給他一個直子 所以呢 這一個變成 這個 這個時候 這個東西 他既然是接受直子 所以說他叫做解 這個是提供直子 所以說他叫做酸 所以 任何一個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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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有一個 他一定有一個共、二、鹼 對不對 重點是 在講這個觀念 這一種 這一種定義 這個布雷定義 就是 就是 就是某一個酸 就是某一個酸 你叫它是酸的時候 就要有一個 同時存在的東西 叫做共、二、鹼 有一個鹼 存在的時候 他一定有一個共、二、酸 這個是 在這樣的一個定義下面 的一個重點 他所發展出來的另外一種觀念 這個裡面沒有 阿瑞吉斯這個觀念裡面沒有 因為他 產生 直子就是產生直子 產生氫氧跟離子就是產生氫氧跟離子 沒有所謂共、二的觀念 但是呢 在這個觀念裡面呢 就會 衍生出來 有一個共、二的觀念 也就是說 紅的 這邊是鹼 這邊就是酸 這叫做共、二、酸 這邊是酸 這邊就會有一個鹼的角色出來 這邊叫做共、二、酸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水的角色 就很微妙 對不對 是不是 他水又可以是酸 又可以是鹼 好 我們再回到ph子這邊 再回到ph子這邊來 你看 我們之所以會講ph子 是不是水 會有 非常小的部分 解離出來 氫離子跟氫氧跟離子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各位看 按照這個定義來講 它又是酸 又是鹼 對不對 然後 根據這個定義來講 這邊 又是酸 這邊 又是鹼 是不是就通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按照這樣的一個看法 這個 這位阿先生 的定義 又能夠產生 氫離子 叫做酸 產生氫跟離子 叫做鹼 它又能產生氫離子 又能產生氫跟離子 所以說它又是酸又是鹼 對不對 OK 然後 按照這兩位先生 所 所言 發展出來的系統 它碰到鹼的時候 它是酸的角色 碰到酸的時候 它是鹼的角色 所以說水 又是酸又是鹼 了解這兩個 定義中間的一個 相同性嗎 OK 好 所以 這兩個定義有 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定義 也有一個相同的地方 為什麼相同 很簡單 水就是水 你不能說水不是水 對不對 這邊 那 如果是 加在一起 它跑出了三種東西 的情況 原則上 兩個的東西 加在一起 它不會跑出三種東西來 我知道 你講的是 這個東西 就是 碳酸鈣 加上鹽酸 以後 它會產生 氯化鈣 加二氧化鈣 加水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這個東西 是固體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 碳酸 輕辣 加熱 它會產生 氯化鈣 碳酸辣還有ㄝ 碳酸 採酸,輕辣 加熱 會產生氯化鈣 所以說 那個面膜才會發起來 那碳酸辣urar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原則上 當我們講說酸鹼酸鹼中殼的時候 好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好像說提供過了一個氫離子對不對 所以才會說要把氫離子的反應式寫出來 當你看這個的時候 不是那麼清楚但是你寫成這個樣子的話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哪個是酸哪個是鹼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在這種狀況上面 我們講說這樣的一個定義可以補這邊的不足 那這邊的定義只是在某些狀況下面 它是可以用的 那這兩個定義不會有任何的一個衝突產生 我曾經去授一個訊叫做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那這個是有關於廢水處理 我們一共要考十四科 那早期早期能夠及格的人拿到證照 真的不夠因為早期他的十四科裡面第一次考試要十二科級才能夠補考 補考兩科對不對 好 好 後來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 太難了 所以 到我受訓的時候呢 就改了 說 你第一次不管 不管 幾科幾科都可以考第二次 那我第一次考完以後呢 就正好是正義 有兩科不行 好 那中間呢 我及格的這十二科裡面呢 有一科叫做環境化學 所以我們考了環境化學 我大概敘述給各位聽 因為我一定會上到這裡 有一種東西 它又是酸 它又是脂 請你用兩個化學反應式 來說明 這個東西 它可以當作酸 也可以當作脂 你怎麼寫 S2 S2 不可能嗎 不可能就是水 結果 那一組 我們一班有三十六人 我們一班 我們一班 總共人數三十六人 我們一班 我們這一班 總共人數三十六人 讀基建 讀化工的 甚至讀還工的 那些人 他們就沒有讀到 這個所謂的 下面講的量性物質 這種呢 很簡單 某一個東西 它碰到強鹼 它是酸的角色 然後這種東西呢 同時碰到強酸 它是鹼的角色 那最簡單的就是 這個東西呢 是弱酸性或弱鹼性的物質 對不對 是不是 弱鹼性的物質 碰到酸 它是鹼 對不對 但是弱鹼性的物質 碰到強鹼 它會變成酸的角色 那 你去找一個 弱鹼性的物質 然後寫兩個化學反應器 就交叉了 但是問題是說 化學系比較會寫這個東西 那其他系就 比較難用 所以 請各位看 下面所謂的 兩性離子的問題 那 當我們講兩性離子的時候 它用的一個 一個例子 如果說按照這個來寫的話 它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碳酸對不對 碳酸是弱酸 所以呢 它原則上是可力反應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這個就可以寫成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當一個力反應發生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把 氫 把質子給它 所以說這個時候 它是酸的角色 它是癡的角色 它是癡的角色 那 這種 這種狀況 也是告訴你說 有一種東西 我們講太酸幹 這種東西 然後它會產生 這樣一個狀況 那 這個中 這個中間 它會有一個 CO3這個東西出來 碳酸根出來 碳酸幹 它會先溶解 然後 它可以去中和 這樣一個 這樣的一個 酸性 所以 氫氧化美 碳酸幹 這種 比較是屬於 弱鹼性 或弱酸性的這種東西 就可以當作 你的胃藥 各位聽過 稀稀的吃下去 就可以使得你的 那個胃 不會那麼 那麼難受 這種的 就叫 治酸劑 這種東西呢 就是 在整個 酸結裡面 會產生 這樣的一個 接種 OK 好 今天就上到這裡 請各位不要忘記 我沒說什麼都沒說 一切都是成語的錯 好